第十二集 我又点着了一根檀香 我坐在桌子后边不说话 我眼睛闭着 随着音乐声的持续 王宝松的这个精神啊 开始慢慢地放松了 体内的这个饱腹感 又把他身体的机能啊 给一点点的侵蚀 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 王宝松开始进入了 浑浑于睡的状态了 我用精神洗了洗手 然后把黄符纸取出了一张 咬了一下舌尖 把血滴在上面揉匀漏 我就开始唱起这个找婚歌来了 三不丢戏哦 难找回 一心有礼为 两破不足惜 昨天吃油茶 今天把婚丢 婚掉不知情 下生不安女 我念这个声音 一点都不大 若有若无的 当然 这些都是 一胡子画瓢的 这么唱 我哪懂这些啊 我真正的杀手锏 还是这个金蚕骨啊 金蚕骨 可以置人梦幻之中 不得解脱者 受迷惑 服服帖帖 旁边这个杨玉 杨金冠 那眼睛啊 睁得很大 喃喃自语的说 不是 这 这 这催眠书啊 还是传说中 这个挑大神啊 我没理他 我一心 跟身体里面的那位爷 在沟通呢 索性 我前面的一切都铺垫好了 这位不良的房客 他终于出手了 随着声音的慢慢变无 搭了着脑袋 半睡半醒的王宝松 突然就把这个头 给抬起来了 就见他两眼发直 他眼睛没有焦点 只是前方 我心中一喜 我先是问了他几个简单的问题 比如说 名字 哪儿的人呢 多大了呀 我见他已经完全陷入了 出窍的这个灵态 我就直接的问了 王宝松 你为什么要杀人 就见他呀 眼球怎么一翻 露出了眼板 里面很清 但是很清晰 我不想杀人 是他们让我杀的 他们是谁 他们 他们是山神爷爷 他们说 有人得罪了山神 人是罪人 人是罪人 就要把他杀了 杀完了人 他们又给我金子 好大的金子 好多的金子 他们是埃罗子吗 他们是山神爷爷 不敢叫他们 不敢叫他们 埃罗子 他们在哪儿 他们在哪儿啊 山神爷爷 在后庭牙子里的千年古树的下面 千年供奉 万年修行 我跟这个王宝松是一问一答 杨宇呢 在旁边刷刷的记录 我差不多问完了 整个杀人碎尸案件的过程 然后又和杨宇啊 沟通了一下 证据列 事情的经过 还有杀人缘由等等 都基本理清了 我这儿把弹枪掐灭了 然后又唱了一段 自己都不是很理解的小调 我就结束了这个过程 就见这个王宝松 慢慢地醒过来了 茫然环顾四周 猛地就开始挣扎 重新就开始说胡话了 门打开了 马海波走进来 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到了这个份上啊 这个案件基本搞定了 这简直太神奇了 就像做梦啊 我说疯的是杀人 可他是神经病 根本就没有形式行为能力 而且啊 是被山肖子矮骡子指使 给魅惑的 这种事情我们都信 但是未必老百姓会信 老百姓能相信 但是未必上头会信 啊 你自己好好想想 该怎么处理吧 马警官一点没在意 笑着说 小意思 小意思 然后又问我 要不要接着去 审审罗二妹啊 她现在在 县人们医院的这个 重症监护室里 身体 依然是病入膏肓 没几天快不行了 要不是靠毅力在那强撑着 死亡 也就是今天跟明天的事 我说 嗯 那 好吧 时隔一天 我又和这个 罗婆婆 见面了 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这次 她的脸上几乎是死气弥漫 看着她 那就是 看着一架骷髅架子 依旧是杨宇 在一边坐西路 我站起身 向她鞠躬 敬礼 她眯了眼睛看着我 惊身萎靡 我说呀 林朗人家 指名要找我 为什么呀 啊 那有什么话 您就直接讲好了 这老太太嘴角往上一扬 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 费力地看着我说 啊 过了大半辈子了 没想到还住上了这么好的房子 我看着 这个病房的门窗上啊 有铁栅了 钢丝床 白棉被 满是福尔玛林的味儿 我只有苦笑了 她的眼睛浑浊不堪 几乎都是白眼 动一动 看到了我的笑容 她就也笑了 这笑容啊 似乎有这么一种 要解脱的 这么一个意思 我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马海波让我过来 审讯罗婆婆 但是呢 其实这个案件 已经进入了末尾了 至于后面的进展如何 法院怎么判 都跟我 甚至跟我眼前的这个生命 那已经没多大关系了呀 是不是 就见这老太太 努力了一会儿 终于说 我 我找你来 只想让你做一个 见证人 说说我 我儿的事 我说 你儿子 被埃罗子逼火 杀人随事 他已经招供了 至于以后怎么判呢 那就是法院的事了 他非常吃惊 刚才的思路 就有些进行不下去了 他瞪着眼睛 开始猛烈地咳嗽 旁边的护士过来 帮着他拍背 终于他磕出了一口 黑红色的浓痰 吐在一边 这才好一点 他愿毒地看着我 说 你到底对我儿子说了什么 他现在可是个疯子 一点脑壳都不会有了 我说 我用了招魂术 我想把他的魂招回来 但是没成功 不过 他倒是招供了 他问 那汉人的法院 会怎么办呢 我说 我不是很懂 不过一般来讲 疯子嘛 就是精神病 是没有形式 行为能力的人 治不了罪 他脸色这才好了一点 他说他不懂 但是他信我 因为我是龙老蓝的外孙 我被他说的 有点怪不好意思的 这感觉有点像武侠小说 这高手死之前 对自己的仇家 还是亲为不已的 还要托付小辈 但是说实话 我并没有觉悟去管王宝松的事 我就是小小的个体户啊 我还要养家糊口呢 还有我的父母要我赡养呢 我父母五十多岁了 还得整天的劳作 我哪有闲钱和闲功夫啊 王宝松后半辈子的事情 主要啊 还得由国家的有关部门来管了 是不是 不然 我们不是白叫那么多水了吗 哦 哦错了 在天朝 纳税人这个词好像并不流行 有关部门 也总是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 不该出现的时候就出现了 我知道了 罗婆婆 担惊截律 终归到底啊 还是为了她那个疯癫儿子 罗婆婆问我 去看了那个黄老牙了没有 我摇了摇头说没有 我没事去看那个奸商干什么呀 罗婆婆很奇怪 她说你 你不是黄老牙 请来对付我的吗 我摇了摇头 他呀 纯粹就是一个碰巧了的路人 罗婆婆不明白我的什么意思啊 于是我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跟她讲了这么一遍 罗婆婆默默地听着 听完了之后 长叹了一声 哎 这就是命啊 我见她那眼睛里边 糊着好多的岩石 还流下了很多浑浊的眼泪 我发现呢 像什么 我外婆呀 啊 罗婆婆呀 感情他们这些人呢 都十分信命 不过也是 搞这一哈的 什么也不信 自然是不可能的了 是不是 冥冥之上自有神奇呀 我都开始有点信了 一切都已然明了了 罗婆婆终于开始说这些事情了 她情绪不是很高 她只是说呀 她给黄老牙下了鼓了 这个鼓呢 在普天之下 除了她 谁都解不了 她说 你要是不信 你可以去看看 但是不要乱事 说一捕错 立刻就死人 没得谈 我说 哦 那要怎么样呢 这罗婆婆呀 让我帮着她 去问问这个 黄老牙的家里边的人 说 愿不愿意她活着 要想活的话 那就得结谷 倘若要结谷 就需要负责起啊 她儿子往后的生活 包括治疗的费用 我说 那我就帮你问问吧 这东西也不要紧的 是吧 这个黄老牙不是还有意识吗 有钱人怕死得很 问她就最管用了 我现在想明白了 赶紧的罗婆婆呀 是准备讹上黄老牙他们家了 她最开始呢 是准备报复这个 这个老皇家的 于是呢 把这个黄家身体抵抗力最弱的小女儿 六岁半的黄朵朵下骨 给弄死了 只成了小鬼 然后开始折磨黄老牙 但是呢 当王宝松出狱之后啊 罗婆婆却发现 儿子已经疯了 他这一离世 如果没人管的话 那么他儿子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啊 没几天 也就得到地下陪他了 那么思前想后呢 他就筹划着今天的这样一场戏 他嫁到了色盖村 一辈子都没有给人知道 是个养骨的人 是个神婆 那么此次出手 根本就是要想牺牲自己 成全儿子 后来杨宇打了个电话 皇家那边啊 很快就传来消息了 他说他们愿意出五十万 把这个王宝松啊 送到周精神病院去治疗 并且负担后续的一切费用 我早就听说 皇家呀是我们那个琴炫里边 数得上的符号 此刻啊 我果然知道 名不惜传了 我把那边的消息告诉了这个罗婆婆 他还说 他说这件事情啊 要让让我来来来担保 说这个皇家要是不守信用呢 哎 让让我来仲裁 哎呦 他说我做这事 他老人家放心 听这个意思呢 他是指望 如果皇老牙这个鼓啊 得到了好转的话 如果皇家翻脸不认人 就得由我来出手维持这个契约了 我断然拒绝 这种鸟事我是一点都不想招惹 他见我不答应 啊 就咧着那个没牙的嘴在那笑 然后就说了 你 是不是 把小鬼手留了 啊 我说怎么着了 啊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呢 他就说了 他说你不会痒啊 没几天就 灵体消散了 三魂七魄皆无 永世消失 我说得了吧 哼 我们家 又不是没这个法门 他很无奈地说 哎呀 我倒是有个法子 可以招回小鬼的魂啊 叫做唤醒记忆 重开灵智啊 我心里就是这么一动 唤醒记忆 对于我来说 真的没什么吸引力 但是如果是重开灵智的话 那就真的让我有点眼馋了 小鬼属音 原本的心性啊 即使再淳朴 善良 乖巧 可爱 但是时间久了 也要被这个 阴晦之气 洗涤心智 那边的善度 记仇 暴力 很懵懂 以化为义物 最后心智全物 只保留有这个残暴的本能了 如果能够招回地魂 重启心智 这样的小鬼 是有着属于自己的意识和世界观的 那会有所成就的 而作为他的主人 我就会水涨船高的 嗯 我同意了 啊 说如果有 那我愿意做这个见证人 一方毁约我来追究 罗婆婆看着我的眼睛 说 你得发一个学咒 我心里一跳